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电话给投资股票失利的受害者宣称有赔偿方案 可以依低于市价的价格购买零股塔再转卖获利 但最后一个也没有卖出 诈骗集团花招百出 不只多次假装买家想让被害人信以为真 还会和被害人签订民事合约 将整起事件伪装成投资纠纷 只是再怎么缜密的计划 现在还是被警方掌握市政一举瓦解 在新闻顾问说王一厅台北报道